所以看到 會還是會心情不好 所以那一拳才突然打死 你怎麼可以這麼多配方 我告訴你第一集合完我就懂了 為什麼演員之間會假戲真乳 但是我不是說你們 我是說我 對他那時候就都覺得 他的左臉我用右勾去 因為那隻是大家我們在拍一個很氣憤的 非常非常激烈的東西 對 那導演也希望我們可以更真實一點 所以我們兩個真的是滿氣憤的在那個狀態 在那個會議室裡面 所以那一拳真的是也沒有人想要 那一拳帶情緒 對 真的沒有人想要 因為導演沒有限制我們 他說房間裡面的房子 雖然一些都太有 我只記得好像瞬間被關了燈 我說怎麼全黑了 對他就趴在那裡然後沒有到 然後怎麼全黑了 然後起來就發現我真的被打黑拳 因為是瞬間眼睛就一片黑了 那借位啦 手為什麼會有感覺 對這兩個人都認不住 所以你會換東西 心裡是真的會有感覺嗎 會啊 因為我們戲還沒有拍完 所以 我們甚至後面還有 就是要到外面 然後 我還要想要 就是 做最後的 掙扎 或者是掙扎 所以看到 會 還是會心急的掛 所以那一拳才打得 你沒有關聯 你也沒有關聯 我是不小心打 你在那邊小心被打了 我是不小心 那張照片還有對不對 還有影片嗎 有影片嗎 對 有嗎 劉宇豪還突然傳情緒說 沒有那時候導演 劇組就叫我去那個 去看有沒有腦身 或是什麼的 然後就是他就說 那請問我要照什麼嗎 他說也不用啊 你現在這樣應該也沒有腦身上 還是你要開驗傷丹 我說請問開驗傷丹是要幹嘛 就是你要告他 然後 那我再演一下 我好像不需要 我說也好我們開視訊 我跪給你看 那醫生問你 對他說你是要驗傷丹嗎 我說請問驗傷丹是要幹嘛 是要有點保險 他說沒有 就你要告他嗎 我說也不需要 然後就離開了 我當下真是嚇死 就什麼治療也沒有做 因為他其實就是你要時間觀察而已 他其實沒有什麼力氣可以做 他現在都還好嗎 憲子雞 怎麼太充勢 你還是謝謝 我還是謝謝